突尼斯临时政府以独立派人士取代了来自前执政党的几名主要部长 作为对示威者做出的重大让步 临时政府希望此举将能平息街头抗议活动 抗议者呼吁清除政府中与突尼斯被推翻总统有关联的官员 加努西总理本人就是来自前总统本阿里政府的流用官员 他将继续留在新内阁中 尽管示威者要求他下台 加努西星期四在国家电视台的直播讲话中说 临时政府将更换12名部长人选 新任部长包括内政部长拉吉西 外交部长欧奈斯 以及国防部长泽比迪 星期四宣布的部长名单中 只有三人来自本阿里的宪法民主联盟党 而临时内阁中原先有10人都来自这个政党